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老师来示范一下Web Lab, Lab 2的这一个,怎么样把我们的Web Service安装在我们的,建设在我们的VPC,我们的虚拟的这一个Virtual Private Cloud里面。 好,那首先呢,先做之前呢,老师先简介一个AWS一个小小的一个工具,那各位呢,可以在Google上面打AWS Simple Icons,那你到这个AWS的Simple Icons,它就有一些的简易的一些的图示可以让你下载,好,麻烦各位呢,把这个PPT下载下来,或者是你其他还有其他的格式,你都可以去用。 好,那OK,老师这边来看一下,老师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呢,其实它就会包含了一些,这个,呃,AWS,它所有的服务的小的Icon,这些你都可以用。 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请各位呢,使用这个工具,那我们把这个,产生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呃,Lab的这一个示意图,好,好。 那老师呢,现在先产生一个新的,好,同样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贴过来,好,好,一样,什么是VPC,什么是VPC呢? 好,就把这个先,说小,这个把它放大一点,就把它尽量放大一些,好,OK,那什么是VPC呢? 好,那当然我们是,这一次要见的一个是,在Web上面,的Web Service,在VPC下面,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还记得吗? 好,我们首先,先要去产生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先要产生一个是VPC,好,VPC在哪里呢? 这个是Compute,我先把这个需要的工具呢,先拉进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这个,EC2的,这个,Web Service,好,我们把这个EC2, 我们把这个EC2,拉过来,它不给拉,复制,有了,好,把这个贴过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torage,Storage这一次的没有,Database没有,Migration没有,Networking,好, 那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Internet Gateway吧,我先把这个放大一下,不然这个 好,它的图示其实不少,好,它的体图,好,这边,这边,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group,好,这个VPC,这个是我们的VPC,把它给,不是的,这个VPC,这个VPC,这个VPC我们要直接先把它点选, 点选,点选,点选,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一个群组,group,做Copy,Test,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呢,请各位先产生一个VPC,这个我们可以先不要了, 好,好,那我们是在VPC里面,VPC,这是我们的VPC,好,再大了,好,我们把它group起来,按group,取消,按group,不要之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长大,好,这是我们的VPC,VPC里面呢,我们的IPaddress,好,这一次我们的IPaddress呢, 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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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好,slash16,好,那我把它放大一下,10.0.0.16,好,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 放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这是我们的VPC 那VPC还有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产生我们的 这个虚拟的图 虚拟的这个 availability room 我们的availability room 再把它copy起来 好,我们有几个availability room呢 我们有两个availability room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availability room 拿起来 好,OK 这个是在这里 copy,test 另外一个availability room在这里 好,要大一点 好,我们有两个availability room 好,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我们的 先把这边copy过来 availability room availability room A 好,等一下呢 是一个availability room B 那我们这个把它放大一点 这边是availability room B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我们要建设我们的 接下来是我们要建设我们的 好,接下来是把他上面还有没有 好,接下来没有的话 那我们直接就就用他的这个subnet在这里 VPC的subnet 好,上内把它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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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来就是我们的上内 好,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就把这个上面移过来 那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称为叫做public 这个是我们的public public summit public summit 注意一下他的IP有出来的 就是10.0.1.0 slash24 好,那老师把这个字体放大一点 12 好,这个是我们的public subnet 好的,这后来我们接下来要产生另外三个 subnet出来 另外一个 public summit 再来是我们的public subnet 再来是我们的public subnet 好,OK,那改一下 我们这个是public subnet 第2 那我们的ip address呢就是 10.0.2.24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private 我们的private subnet1 private subnet1 就是public 那这个是public 那这个是我们的public subnet public sumnet2 public subnet2 那我们的 是public sumnet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产生两个ec2 在这边,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ec2 这是我们的ec2 这是我们的ec2 还有一个ec2 在哪里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会产生一个 这个net 就是server net就是server net就是server 这两个是server 好,那我们也要建置security group 也要建置我们的security group security group security group就是在这里 security group要建置 public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ecurity group要建置了 security group 就是在这里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security group 那这边呢大概的架构已经建置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联外的 好,那我们这边大概的架构已经建置的差不多了 联外的是什么呢 连外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连外的就是我们的Internet Gateway 去找找看我们的Internet Gateway在哪里 应该是在Networking的部分 还不是Networking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Internet Gateway,Internet Gateway有没有看到 Internet Gateway在这里看到了 好,我们把它贴来 这里Internet Gateway Internet Gateway在这里 好 好,我们可以把Internet Gateway 放到这里来 好,这个是我们的Internet Gateway 好,这是我们的Internet Gateway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朵语音 也要把它放起来 还有一朵语音 要把它放起来 这朵语音我们看看在哪里 那这个的云在 这朵语音在哪里呢 我们的这朵语 是在 好像没有看到 好,没有看到云的话 我们就把它Internet Internet 也可以吧 或者是放这个也可以 看看它还有没有像我们图上面的 看看它还有没有像我们图上面的 嗯 嗯 Internet Gateway 没有 好,没有的话 我们就找 找这个了 找这个了 就是用这个最好的Internet 好,用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Internet 好,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去做 沿线的动作吧 沿线的动作 沿线的动作 沿线的动作应该是直接 就是不要用它的线 现在我们直接可以用 PowerPoint 它里面所附的功能吧 它所附的工具吧 这一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好,OK 点线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外 黄 好 是 那还有呢 图案的效果 最主要是它的 粗细 没有看到粗细 好 没有看到粗细 不管它 这个是粗一点的 好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要做的 Level 2 的 这一个 AWS 我看一看这边 应该就OK了 那这边没有什么问题